这个月这个年真的很难过 云林林内的一处草莓园 将近一分地的成熟草莓 一夜之间遭到小偷光顾 被采光光只剩下绿叶 损失20万元 今年因为热伤害产量少 让草莓价格飙落了一斤五六百元 原本草莓农打算 留到过年开放让客人采摘 没有想到却在年前被偷光 警方表示会加强夜间的巡逻 避免萧小再上门 绿油油草莓园 连颗成熟红唾草莓都没有 只剩下零星绿色果实和绿叶 因为将近一分地的草莓 一夜之间被小偷采光光 细心栽种的草莓被偷光 草莓农现在堂血一整年的心血 全白费损失20万 只是要把一分地的成熟草莓 全采完这工程浩大 草莓农怀疑小偷有同伙 我看那个不是一个人 我看是两个三个来盗盘 林内的草莓采收期是从12月到隔年4月 今年草莓价格比起往年 一斤要贵上两三百元 因此也成为了萧小 下手目标 草莓农连忙加工在田的四周围上黑网 避免在北京上 差不多五百块几六百 过年差不多三百四百 热伤害 所以在草莓苗在这个育种的过程中 它的失败率相当高 所以今年的这个苗种也特别贵 警方配合各类农州的采收期 均有编排互农团案 与农民互相配合一同房歉 目前田里剩下草莓还得等上半个月时间 才会成熟 但那时早就过完年 就算可以采收也过了价格最好的时期 记得郭正义 月亮报道